用m.obj先把它包起來 這個有點像怎麼樣 你用宅配你要寄一個訊息的時候 還是要給它包裝起來 包裝在obj裡面 然後你用handle就底下這個物件 點sendMessage 把這個Message傳遞過來 那我們handle接收到之後 用什麼呢 用handleMessage接收 所以特別是有sendMessage對不對 就會有什麼handleMessage 所以就是說有一個是傳遞 一個是接收 不過我覺得它名稱用的不是很好 應該是一個send 一個叫receiveMessage 感覺它會比較好一點點 可是它那個是人家取的名稱 那我們也沒辦法改 我們也沒辦法說 除非說你把它複寫了 你複寫這個 可是複寫還是要叫這個名字 所以應該已經取好了 所以我現在想說你就follow人家規則就對了 反正上面它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就對了 OK 除非不然你就自己再寫一個class 實在是比較麻煩 所以利用它 它丟過來的東西 那我傳遞過來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參數MSG對不對 那傳遞過來之後就怎麼樣呢 用to stream的方法 你會發現它丟進去的東西 它object 然後呢 丟過來之後呢 又要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整 轉成字串 所以這丟來多去的部分稍微麻煩一些些 然後再怎麼樣呢 再把它轉成整數 丟給x 也就是percent這地方的話呢 比較麻煩 然後如果它等於什麼 百分100的話 那就是下載完成了 然後呢 再把這個 這個pb1裡面setprox 這個pb1裡面的話把它塞100 else的話呢 反之就是什麼呢